今天我們很榮幸能夠請到這位女士 來訪問,聽問她即將離開QC 我們有幾個問題想問一下她的 就關於課程和學生等等的 博孫,你們又從這個背影 顧不顧到這位女士是誰呢? 好,歡迎掌聲 謝謝 各位同學,你們好 請同學介紹,我的確將會離開QC 也很興奮得到你們的訪問 請隨便開始 理論上是可以的 原因是因為其實中文就是中國人的文化 的結跡 歷史是中國人在幾千年來走的路程 兩者之間呢 其實我們會看到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包括了我們的語文上的演變 我們文化上的發展 其實都是有跡可沉 一直完成了 所以我如果要學習 要繼承的話 其實兩者裡面來講 有一個可以密不分開的一個關係 我剛才說是理論上可以的 我們這邊拿下了一年來封面的 在他的經濟 在他身上的內心 在他的身上 der 這ige是否 有這個問題 因為他擁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會看 這個問題 我看法是這個勢勢所趨 要扭轉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特別是因為我們香港政府的教育政策裡面來說 其實不要聽一句話 就是有一點怎麼說呢 不是一個正正式式有一個所謂的歷史教育的系統 去給學生 特別是近幾年因為社會事件的關係 更加是令到這個問題嚴重了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新國一代裡面說 有不少在我的教學的經驗裡面 特別是這幾年我教的學生裡面都是 有些人對中史不單是沒有興趣 甚至有反感的 這種情況是和以往不同的 但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即使我們不滿意 對現況有很多的不滿意 對制度上有很多的批判 但是如果你不認識 你的批判會不會是留於個人主觀 甚至是無中生有的 如果我們受過正規的歷史教育呢 你會知道任何一個制度 在歷史上所存在的任何制度 包括延傳在世界上的所有制度 你們應該都要發言一樣東西的就是 一定有它的優點 也都一定有它的缺點 這個是一定的 問題是取捨 但是取捨權在哪個地方呢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了 如果我們只是用個人意志 就凌駕一切的話 這個其實 這個不是一個成分 是個人主義的過份發展力而已 所以我始終覺得就是 獨、知、無壞 你知道了之後 然後才告訴我 它的問題在哪裏 為什麼不接受 OK的 但是你什麼都不聽 完全聽不入議 立場行先的話 其實不是一個兼歸人 而是一個所謂求學的 和科學的態度 這個是我對現在的發展 對於一個很憂慮的 當然了 這件事政府是要負責的 負責任在哪裏呢 第一 官員本身 他們都是殖民地教育出身 所以其實他不會很認知 中國歷史 所以更加不知道 一個中國歷史的正規課程 應該會包含什麼 OK 尤其是香港的環境 會比較獨白 因為我們在回歸之後 始終對國家那個觀念 那個教育裡面說 仍然是相對薄弱的 我當時在回歸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是有個奇怪的地方 我以為 我以為了 中國歷史教育 或者是叫做 不要叫國史 或者叫做國民教育 其實是不是應該是 趁著回歸 它應該要必修的 當然很多同學會擔心 這個其實不只是同學 當時裡面也有很多 教育界的人士會擔心所謂叫洗腦 我想問 當政府設立了通識教育之後 結果 是不是都不像政府所預期的呢 如果大家認同是的話 問題在哪裏呢 問題是教師 就是教師究竟用了什麼教材 你給他一個很大的自由度 給他選擇 他為什麼用了什麼教材 他教了什麼出來 這個是很關鍵的 你還沒準備好 就去搞通識教育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我自己都曾經經歷過這個階段 我在 未退休之前在舊的學校裡面說 當教育局修訂政策要開這個通識科的時候 所有老師十分旁目 因為為什麼 因為所有大學都沒有這一科 沒有這個所謂叫專業發展 那你憑什麼去教高中 專科專教的意義在哪裡 如果這樣想的話 於是我們就好自 你想一下當時的老師是會很害怕的 所以我聽說很多學校用的方法 我當時會指這個尊校 因為我不是很清楚 我不敢練那麼多 是所有老師凡是涉及的範疇 如果你說涉及的範疇 基本目顧的 就是社會科學 自然科學 蘇利化 因為他們都有嘛 文史除了英文外 似乎好像各個都有關 於是就下令所有的老師 你們一起 我特意去學校方面 特意去一個香港You的教授 開一個課程 特意為整間學校的老師開一個課程 基本上是八成的老師都要去讀 好了 讀完之後 然後開始看看誰覺得自己有信心 有能力 又或者學校上的管理層方面 認為他應該有能力去教的時候 就給他教 好了 只想用這些短短的幾十個小時的 course 就想用這些短短的學校去講 OK 這個是第一 然後教育局 對不起 不是教育局 是這個大學方面 然後才開一個暑期的班 是給老師作為一個專業進修去讀一年 暑期之外 當然平時也抽時間上去上課 其實你告訴我 一年的時間 又合到些什麼 所以失敗的地方就是這裏 就是準備不夠了 這個要講過多餘了 因為為什麼呢 現在已經改了 已經不愛再是 這個叫L&S 叫L&S 不同了 純粹是要必修的 但你大小時候 不選擇的 真的 難 Live 你不選擇好 你來選擇 也選擇很 chcia的 那擔憑 你就馬上 développement 將它聽為六年不要重複 低班的時候說得好些 有是恐些 令它認識什麼叫做歷史教育 意義在哪裡做 在哪裡對人 我們將來的發展有什麼好處 我們可能會好些 我想再講就太長了 差不多了 國安教育其實首先要建立在一個國家的概念 就是說我們最低限度有一些所謂叫國民身份認同 但是我們要記住一樣東西 很多人會搞錯的 國民身份認同 那個所謂叫國民身份 究竟是對政權還是對國家 要搞清楚這件事 如果對政權裡面來說 你純粹是為了政權服務的話 這個也不是一個容易令到香港人普遍接受的概念 現在推出來的國家安全教育 很抱歉 我也是一個批評 一個負面的批評 是有些 犯了兩個無名 同樣犯了一個叫執就者 即是說你太爽存了 剛才我講過 如果我們沒有國民身份認同 你說什麼國家安全教育 他關心什麼 他為什麼要關心 是不是 第二件事 就是有些叫繳往過正 因為這個關係 於是就規定了所有高中的學生 你必須要回去內地考察一次 你才可以有資格不易 究竟其實 在現在這樣的狀況 現在這樣的情況 我們安排好未 我們準備好實力 例如 如果現在有疫情 這個疫情究竟萬年多久 我們都沒有底 大家都沒有底 不知到什麼時候 如果再來 仍然繼續會 那個問題裡面 是來多兩三年的話 中國和我們之間 香港和我們之間的疫情 是不空關的話 那是不是現在的高中生 就不讓它不易 你定了出來的 這個是你的政策的 是不是 會是一個危險的 那你不如將精靈 首先準備在登園班裡面 做好些事情先吧 不用這麼急 因為你越急 就越覺得別人好像 你在純粹是滿足大陸政府的要求 而不是真是為學生去思想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爭執考察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真的要看過 我們才知道 究竟現在其實 內地的情況 我不是只是說政治 而是我們社會 我們的經濟 我們的民生 代表我們人的質素 究竟跟我們認知的 原來認知的 跟各個途徑裡面聽回來的 是沒有什麼不同呢 那麼 會不會在當中裡面 我們的確看到近這20年來講 內地的改變是可以很大的 無論在質也好 在量也好 我們其實不只是客觀數據 因為數據的東西 當然有些人以為都可以做的 但是如果你親身上去看過 在我們眼中裡面來講 以前的農村 你聽回來是怎樣的 現在又是怎樣的 現在的基礎建設又是怎樣的 現在的科技發展又是怎樣的 OK 當然 同樣也是體會一下 喂 政治 究竟是真的很差 還是很好 我們心中有個判斷 我們前面有一個人反尺 所以我會覺得 不是一個壞事 去看是絕對的好事 OK 不過問題就是 最重要是逐步來 不要急 急無用 因為十年樹木 百年樹木 改變亦都不是現在可以說 話改就改的時候 其實兩者都不是完全相同的 因為為什麼呢 你History的花學範圍是全世界的 英文是一個月系 所以兩者裡面的關係 就不像中文和中史的關係 這個是沒有國安看法 其實這方面裡面來講 我覺得 因為我以前教的是 在黃隱的學生 我會覺得黃隱的學生 我會覺得黃隱的學生 對黃隱的學生 那個容忍度是大一點的 當然了 不像中文的話 究竟是一個學生 就是有一個學生 這個學生的質素 是一個學生 在勇引的地方 是一個學生 identity 其實意思就是我們黃毅學生絕大部份 如果老師能夠給他機會的話 他們會自學修訂 當然任何事情不是絕對的 是有個別的 我們都會看到在這四年裡面 都會看到有很多的 應該不是叫很多的 有個別的朋友裡面來講 那個非常自我 就是連稍微願意遷就一下 都不是很行 例如講個師傅 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就是 涉三眼就對了 的而且我見到有個同學 你是永遠見到他 即使你見到老師進入學校門口 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面 遷就一下後規 你可能說這樣叫做虛擬 但是我們知道任何一個團體 也有他自己一定的一套的所謂的規則 在同時要守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尊重的 但是的確有同學 是不願意去做這樣的事 在你面前不願意做 即使你叫他很委婉地 或者叫很溫柔地去跟他勸一下他 他也是不會聽的 他一定要用一些比較硬的語氣 好像是命令式 他才肯去做 他只是敷衍地應付你一口的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美麗各方面 自我向上賺的 也要去做 自我去看 如果我不能成功 你大一方面 如果你一定要離開 就是剛才我講過 我們的同學裏面來講的質素 相對於的確是一個事實 相對於大部分的學校裏面來講 表現是算不錯的 不過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感慨不多的地方 很有趣的 究竟這個是果安還是因 我都不知道 就是在疫情這幾年來講 我們會見到學生的那個 他的心智成熟程度有點低了 低班進來放溫 當然剛剛由小學升上中學 我講 盲管不適應 這個是一定的 但是總是當老師講出要求 講出規矩的時候 一個質素好的學生 理論上應該很快可以調教 可以調適 但是事實上今年我見到的 不是這樣 這個可能真的是疫情的影響也不一定 其實這個是一個社會 我們新生代裡面來講的一個保險問題 我們沒有做過任何科技研究 我不敢去論斷 因為事實上你都會見到 現在父母教育那個模式 的確有很多人是被救病的 很多父母是被救病的 甚至有很多父母是應該上課考了牌才可以給他做父母 不過當然一件事 生育權是人權的 我不覺得有一個強加的制度去逼他們去學習 是一個可以或者可行的一方法 這個我不是很同意的 但是如果我們的學校教育 和家庭教育都能夠互相配合 又或者加重在這方面 在未來他們的成長 他們的婚姻生活 他們的家庭生活裡面 多些去做一個引導 或者給他們一些看法的話 給他們多些認知 可能會好幾都不同 他們的幾種原因 不會可以看過 其實四年就不是很長時間 所以你說在QC的同學 四年來有什麼大變化呢 不太覺得很明顯的 變化 一直以來你們所強調的 那全程的QC精神 我仍然是可以在會那裏 可能在這方面 學校在這方面做的功夫 或者制度 設定出來的 是比較健全的 所以你們之間的感情 上下 那個關係 我覺得算是不頗好 聽我剛才所說 唯獨是 這幾年來講 我是會擔心一些東西的 除了我剛才提到的 學生的心智成熟程度之外 第二個問題的確疫情影響的就是 我們會見到 凶學少了 課外的其它能力的 學習能力的無念的機會 以前裏面來講 我們看到 我們學校的活動 真的數量是不少的 質素也不錯 這個可能是同學裏面來講 給他一個訓練 他怎樣去策劃 去領導 去推動 去改變 這些這樣的能力 更加在當中裏面 又一定可以培養到一些責任感 使命感 但是我可惜他就是 我們會見到 這個疫情 迫而且確 是令到這個機會 現在變得好笑無笑 反問他 你覺得去年學生會 你的印象你們做了什麼 是嗎 好了 但是另一樣東西 同樣有一樣東西我們都知道 就是 即使未必有機會發揮 但是我想和大家講 所有的東西 機會的來來 是我們沒有辦法能夠預知 所以任何東西 請你記住 機會真的留給有預備的人 我舉一個很貼身的一個例子 今天教育局 是在小學裏面 所有官大小學裏面 增加了三個主任委 於是 很多學校的校長 就會要求老師 你自己申請 因為以前的申請 以前不用申請的 政府是按著你每年 你排椅子 就是你不知 然後去定哪些人 是可以入民升職 於是就會去聯絡 你願意升職 願意的話 OK 那你來年呢 就會先做到 做到又回想一下 就正式 過了報警術 OK了 給你 但是今年 全港的官校 官立小學 都是加三個 所以是一個掃口不及的 就是 中央是不會去決定 那間學校決定哪些人 可以升哪些人 可以升哪些人 也是由校長 去用他們的方法 去選出 適合的人選 去做這三個位 好了 於是很多人 當然大部分學校都是這樣 申請的人 一定多過三個 但是當中裏面 校長在挑選的時候 他會怎樣考慮 會不會就是 如果我是校長 他一定都是想一下 咦 這幾年裏面來講 他們那個表現 哪個積極一些 哪個能力高一些 在裏面選擇 你申請未必批 所以很多一些早有打算的人 什麼是早有打算 就是 因為以往論資排輩 我年資太前 我未入籠 於是 你給我的東西 我OK 做了這麼多 就這麼多 甚至有些 斜著做 有些甚至是 不想做 因為為什麼呢 不用太快力 過多幾年 到我差不多的時候 我做法力都不遲 不用花了點力 於是 這些人 在這一次突然殺出來的機會之下 在毫無準備之下 他們一定會下船 這個就是我剛才所講的意見 就是 就算在疫情之下 我好開心的 仍然有些同學 願意 參加這個法會的競選 去為同學 打算為同學去服務 即使最後 經過選擇 是否能夠當選 沒有人知道 你有多少機會 在這一年裏面來說 做出一些貢獻 做出一些成績給別人看 但是 又為自己增添了 你們自己的裝備 沒有人會知道 但是 總是要試 這個精神裏面 我很希望其他同學都能夠 是 認識得到 體會得到 甚至 學習得到 將來到你們的時候 特地的低班同學 更加應該明白 阿Sir想講的 這個所謂 機會 是為有準備的人設的 這句說話的真理 你覺得 那個人 在裡面 跟vänt 柴他們 有一些啊 對全體歸屬感 其實就要對他有責任 對他有尊重 我們會見到的確 偶然間又會聽到附近的方眾 又或者是老師出去外面吃飯的時候 見到同學在午前期間的表現 我這裡見到王Sir在South Court裏面 對這些事件的一些回應 一些的近視 其實這個直接是反映了 各位同學 你究竟對自己這家屋口有多尊重 你要記住 這個浪漁初怨 不是六年的 在你身上什麼負擔 負起那個責任不是六年的 是可能甚至是一生 那些時候 你進到大學 我記得我印象都是 那些師兄第一個問你的問題就是 你哪一家中學留學 OK 跟著那個例子 因為你呢 妳在這麼多錢 你們輪到大學 你為什麼一家你去看 但是你去看小學 這樣就知道 但是中學仍然有人關心的 不是只有幾間大學 你哪一家大學不願等 不是只有這樣 所以在那個情況之下 要記住 錢人眾輸 給你們承諾了 你們是不是應該有責任 不要令這波樹枯毀 令到後來的人都一樣可以承諾 我希望大家記得 這個是我離開前對你們的情況 有很多人想像這樣 九三五萬的訪問 祝你來的 無論他有任何不得 還是叫他其他學校都好 其實他有一個更加神明的反省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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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